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世界的眼中 北京已跻身全球化城市之列 同伦敦 纽约 东京 巴黎 新加坡 芝加哥等城市齐名 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4694人 远远高于同等规模其他城市 汽车保有量已于今年1月达到了500万 虽然限购政策的出台让突破600万的日子推迟了5年 但我们每天花在道路交通上的时间 并没有因为两线而明显减少 长久观念认为 大马路是现代的象征 宽直的大道有利于车辆的通行 但同时 变更车道的情况也随之增加 反而影响了车速 降低了效率 所以高峰时期的长安街 即使拥有双向式车道 仍然举步维艰 如今更多研究表明 减少车道 提高路网密度 甚至增加更多的单行线 更有利于交通的通行 就北京东西向来说 东边只有京东快速路这条宽阔的主干道可以选择 而西边的路网稠密 选择相对较多 一旦出现拥堵 人们可以拐向与这平行的道路实现分流 所以在高峰时段 即使西边进程的距离明显长于东边进程的距离 但时间仍然要短很多 二华以内范围作为国际大城市的中心老城区 虽然只占市区面积的6% 但集中了全市机动车交通量的30% 62.5平方公里的面积 既是政治中心 又是金融中心 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 而35个中央国家行政单位 占地面积达到37.2平方千米 占整个旧城区面积的58%之多 已随之占用了大量的交通资源 十几年来 北京旧城疏解了约30万人口到郊区 而只疏解人口 不发展配套产业 只提供基本的生活需求和低端的工作机会 导致郊区形成了若干个巨大的卧城 人们又在卧城与旧城之间中板式奔波 既加重了城市交通负荷 又增加了工作和生活成本 高速路与环路的设计关注重点 只是让车辆快速通行 但却将行车道从街道的功能中玻璃了出来 破坏了原有的城市机理 对大马路的过度狂热 让城市失去了特有的文化 有些被拓宽城路的活动 虽然保留了曾经的名字 却早已名不复实 好的城市规划是以行人为制度的 建筑体五层以上的空间 是人类的生理感知不能被直接认出和接触到的 可这些高楼 又直接影响着人类城市的天际陷阱观 北京地铁在过去的五年中飞速发展 人们试图利用轨道交通来缓解交通压力 其实地铁可以更多地把小汽车的驾乘者 作为发展目标 在地铁站周围修建大量低价停车场 让他们更多地换乘地铁代步 减少汽车使用量 一个城市的规划 不应该被汽车牵着鼻子走 路修到哪里 车就会堵到哪里 你越为汽车着想 汽车就越不为你的城市着想 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在五十年前说 城市是一门科学 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 脉搏 激励 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 它会生病的 早晚有一天 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 工业污染 人口等等 会有很大问题 没想到五十年后 梁先生易于成称 无论是限购还是限号 对于这座古城来说 或许只是一片可以缓解正统的阿斯批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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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him the word that I'm not a rover then tell him that his lonesome nights are over Sandman I'm so alone don't have nobody to call my own please turn on your magic beam Mr. Sandman, bring me a dream I'm airplane successful Our Your My li Agency I'mañ I'mre I'll